1941年,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威尔基于10月2日由成都抵达重庆,在重庆逗留了6天,期间曾多次和蒋介石和宋美玲夫妇常谈,美国代表团一个普通随缘考尔斯,后来声称根据他的所见所闻,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书,书里声称威尔基曾和宋美玲偷情,这一个传言后来不静而走,风靡于网络,经久不衰。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? 实际上威尔基6天的日程非常紧凑,10月3日威尔基拜会蒋介石夫妇才生平第一次见到宋美玲,她和蒋介石夫妇谈话35分钟,这35分钟难道她和宋美玲就产生了好感?00后谈感情也不会这么谈啊。 10月3号当晚的欢迎宴会,宋美玲和考尔基都有出席,但是会上并没有出现考尔基所声称的客人们分散交谈的情况,而且一直开到10点半散会,在众目睽睽之下,宋美玲不可能和威尔斯一起离开会。 考尔斯书中所说的,蒋介石带着三个带枪卫兵去捉肩的场景,也变得漏洞百出,堂堂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,会亲自带兵去捉肩吗?军统和中统是吃白饭的吗?戴笠是吃白饭的吗?重庆是国民党陪都,城中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,蒋介石不会不知道威尔基去了哪里,推一万步讲,宋美玲真是偷情的话,蒋介石会既不顾富人脸面,也不顾美国盟友的脸面,跟个高中生似的去捉肩。 捉肩以后,这事要如何收场?这个谎言漏洞百出,明显是考尔斯所编造的谣言,纯粹就是蹭宋美玲的热度而已。 真相是宋美玲和蒋介石的婚姻很牢固,两人相互欣赏对方。 蒋介石对于宋美玲的智慧和勇气的敬佩,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崇拜的地步, 而且大胆任用宋美玲去组建中国空军,并送宋美玲去美国争取美国对华援助。 这两件事情,宋美玲都出色地完成了。 这样的夫妻关系,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少有的知己夫妻。 蒋介石对宋美玲不但有夫妇之情,蒋介石也对宋美玲有知欲知恩, 了解自己妻子的才能和特长,举贤不避亲,对宋美玲唯以重任, 使得宋美玲能够在国际外交场合发挥自己的才能。 宋美玲对于蒋介石的感情又怎能不深厚呢? 而且宋美玲是虔诚的基督徒,她对蒋的爱情非常忠贞, 蒋也对宋充满信任,此种背景下, 宋美玲又怎么会和一个刚认识六天的外国人偷情呢? 纯粹是无稽之谈。